范范范為奇在經歷口罩失言風波後 好不容易才宣布要在9月付出開場 沒想到最近她的老公黑人卻捲入性騷擾事件 讓他們第N4引起大家反感 演唱會也在昨天宣布取消損失恐破千萬 消息曝光後好多人都哭哭自己的MeToo燈排白做了 也有網友對范范這項決定感到不解在PTT困惑表示 黑人夫婦對大牙提告球場1000萬就是要捍衛清白 那9月的演唱會為什麼要取消呢 雖然法律流程要很久 但7月8月2個月的時間也足夠蒐集證據表示清白了吧 而且證明清白說不定還能加長開到小巨蛋 質疑他們這麼做是默認了 其實在被大牙指控後黑犯夫妻的態度可是相當強硬 但輪到國園員出來爆料 陳建中卻只透過經紀人表示 針對莫須有的指控我們不再回應 與先前反擊大牙的態度差超多 網友都好疑惑 圓圓這實名指控比大牙還嚴重 居然吞了 怎麼不繼續告 種種一切都不得不讓大家想太多啊